大家好 我是四水娘华 现在在服务区 现在几点呢 媳妇 10点多了 今天这个公里数呢 还没有开到 再往前开一段 然后咱们住前面的服务区 好吧 你为什么毛病啊 你啊 你在那干啥 你说说你那个动作 我在吐烟圈 吐烟圈 我不知道啥是烟圈啊 你给我解释解释 看得见吗 出发 向前出发 全部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 右转 右转随后立即靠组行驶 出发出发 争取今天晚上 明天早上 睡到家里的大厂 到达服务区 休息了朋友们 明天见啊 早上媳妇在这里 蒸板栗 今天冒的 这是在重庆乌西县买的板栗 小小的挺甜的 好烫啊 大家早上好 昨天晚上啊 就露营在这服务区 今天啊 吃完这个早饭 咱们就回家了啊 上次在重庆啊 元旦住宾馆 当时说了一句说 这个住车里啊 跟住宾馆差不多 但是很多人说 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觉得都差不多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 你看啊 这里离家已经很近了 还有200公里吧 但是 晚上啊 就不着急开夜路 如果说车里真的是 睡得很难受 每天睡觉 都是煎熬 躺不平 或者说躺不直 非常非常挤的话 那肯定要赶着回去的啊 实际的话 真的还可以啊 床的话是一米六五 最主要是两边 还有铁皮挡着的 你掉不下去的 所以说你睡得很边上也行 真的可以的 好了 走了朋友们 出发啊 这河南天气还挺不错的 都是个晴天 虽然说天没有那么蓝 您现在看这里 这个部落区 很有意思了 就是买得很去的 就是两个 你怎么说的 就是 共一个部落区 这次也不认识 不知道什么收费账啊 朋友们 瞎高速了 我收费账号 已经到头上逛 这什么河也不知道 我画影线了 下高速的目的啊 就是为了吃个饭 因为媳妇啊 在四川的时候就已经说了 你去的时候 真要吃个什么 鱼肉 鱼肉啊 是鱼肉 鱼肉 对鱼肉 挺有名的啊 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吧 我们家这边的天气啊 它不是雾啊 你看它是霾啊 霾还是很严重的 看不清楚 前面白马寺啊 200米 这里呢 就是白马寺了 这白马寺啊 是非常有名的 这世界有名啊 因为它是 这佛教传入中国的 第一个观伴寺院啊 随机的话 又传入朝鲜啊 日本啊 东南亚 以及欧美地区啊 所以说 在世界来说的话 很多人啊 把它认为是 寺员 还有祖庭 还有一个成语 是马寺终生 被列为洛阳的八大井 但是呢 被 现在的我们啊 遗忘了 但是这都没关系啊 这每年呢 过来 过年那个时候 日本的啊 东营那边呢 特别特别多人来到这里 就是聆听这个 马寺终生啊 就是过年了 车子停下了 这白马寺 离这里并不远啊 也就是 10公里左右 看前面 非物质 文化遗产 确实可以的啊 朋友们 人多得很啊 坐都没地方 都是肉 看我看看这价钱啊 牛肉汤10块钱 还有20的 肉的话是90一份 60一份 老师我给你唱中午120 不只是肉120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好啦 好 好 蘸汁 然后圆圆在这里排队取汤 看看 好大一口锅 锅 锅到哪边 又辣酒 好的 大伙再看看这10块钱的驴肉汤 肉的话 还可以啊 几大片 看 这洋葱啊 是生的 就生着就着啊 嗯 让我来尝一点 再尝 好 嗯 这驴板肠也真的吃啊 哈哈 驴肉好吃吗 佳佳 好吃 一面面好吃吗 嗯 嗯 别掉了别掉了你先吃你先吃你吃你吃你吃宝贝你吃 再吃一个 蘸蘸它这个汁料 来 朋友们 各有各的味道 我觉得还是不这样好吃 真香 真好 好吃吗 佳佳 真好吃 真好吃就行 我还吃洋葱了 这个肉吃的也太厚了 这么大一块 朋友们 还吃 肥肉香煎很香 整个饭店也是坐无虚席 现在差不多快一点了 这还要吃个洋葱 还要吃个馍 家家好不好吃啊 好吃就行 明明不吃啊 明明吃的少没家家吃的多 喝完了再加点汤 感觉没吃够啊 再来五个烧饼嘛 肉太贵了 来 我也五个 我已经吃得好饱了老公 满意了 满意了 满意就吃了 这还没有吃完呢 哈哈 肠你还没吃吧 都是我吃的 你有人在吃 少还没有吃肠 你怎么买的都吃了 我吃啥都可以 刚才面吃的也挺香 这个也挺香 吃饱了别转了 这样不行了 加加罐 吃饱喝子的朋友们 不错啊 就除了贵 没啥其他的毛病